柳如烟为了气我 找了个工具人 甚至带他参加了我们的订婚宴 当着宾客的面 他隆重介绍他说 这是我老公 后来我才知道 我才是他们真爱的试金石 订婚的前一晚 我家跟柳家聚餐 柳如烟坐在我旁边 听着长辈的打趣 像往常一样给我包着下 仿佛昨天拒绝我的人不是他 柳叔叔说 订婚的日子定了 结婚的日子也一起定了吧 我看了眼身边人 他充耳不闻 只是细心帮我挑着瞎线 我轻轻推了推他 他终于看了我一眼 没有任何情绪的打断我的话 你现在满意了 饭局刚开始没一会儿 他手机就响了一声 扫了一眼微信内容后 他放下筷子 李茂跟我父母打招呼 叔叔阿姨 我有点事 失陪了 现在柳家是他当家 他忙 大家都理解 我送他出去 到了门口 他一改刚才的和颜岳父 告诉我 你回去吧 不用送了 他的车就停在门旁边 拉开车门的一瞬间 我看见他副驾驶坐落的男人 一头长发又顺又亮 我俩挨得很近 刚才他回微信的时候 我不小心扫到了一眼 对方的头像 也有一头无黑亮丽的长发 那边发了一个可爱的表情报 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他等得好无聊 柳如烟没回微信 只是直接离开去陪他了 第二天就是订婚宴 我早早起来洗脸 到酒店的时候 正看见柳如烟的父亲 沉着脸一遍一遍打着电话 见我来 柳母连忙换上一副笑脸 我打 公司有点是需要烟烟除了 他可能要晚来一些 我洋装不知情 顺着他说 没关系 我自己也可以 柳如烟不是晚来一些 他是压根没打算来 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还是不见柳如烟的影子 我像个小丑一样站在台上 我家里人的脸色也都不太好 也是 换成是我 我估计也会不高兴 我妈过来拉我 下来吧吉伯答 这婚咱们不 话还没说完 柳如烟的身影就出现在了门口 跟他在一起的 还有昨天坐在他副驾驶的那个男人 两人挽着手走到我面前 柳如烟拿起一边的酒地给我 向我介绍那位男人 我老公没吉伯 来者是客 你敬他一杯吧 我跟他的订婚宴成了一场闹剧 两家的父母也都黑了脸 没人能听到前面发生了什么 所以柳家人向大家解释 男人是柳如烟的堂弟 我父亲愤然离喜 我依然站在台上 居高临下看着柳如烟那张陌生又熟悉的脸 笑了笑 那你俩也上来 好歹把客人都送过 撑到了订婚宴结束 长辈离场后 年轻人还有自己的小聚会 做戏做全套 我带着柳如烟和他的小男朋友一起去酒吧 车厢内气氛有些沉默 我正要放手音乐 就听见柳如烟说 你有空再选个婚房 现在的这个吉吉挺喜欢的 我点头 好 他不说话了 寒冬落月的天 他忽然放下了车窗 冷风挂了进来 冻得我打了个喷嚏 我说 把车窗关上些吧 别吹感冒了 他看了我一眼 没动 身上散发出来的寒意 把外面的风都比了下去 梅吉博向他身上贴了贴 烟烟 我好冷啊 他回神 摸了摸他的头 顺手按上了车窗 柳如烟说梅吉博是大学生 很干净 是我这种人比不了的 确实 他看起来挺好的 晚上的聚会 柳如烟被他的姐妹们拉着喝酒 梅吉博谁都不认识 有些不安的向我靠了过来 伯达哥 我好无聊啊 我一时都无法确认 他到底知不知道 我跟柳如烟的关系 我问他 你知道我跟柳如烟是什么关系吗 或许是我语气有些重 他不禁色索了一下 但人倒是诚实 他说 烟烟说 你是家里给他找的老公 对你没有感情的 他说等我毕业就跟你离婚 然后嫁给我 正说着话 刚才还跟朋友聊得火热的柳如烟就走不过来 他在梅吉博身边坐下 自然地搂住他的肩膀 语气很温柔 怎么了 有人欺负你了 他视线有意无意扫向我 好生好气安慰着梅吉博 你老公在这呢 没人能欺负得了你 柳如烟确实是个很好的恋爱对象 人长得好 身材也很棒 家事更是没得挑 为人也不像一般的三代式的毛病一对 能被他爱上的男孩 日子都不会差 但他不爱的 就会很惨 比如我 我有些做不下去了 借着买单去门口透透气 再回来的时候 见柳如烟搂着梅吉博坐在他的姐妹堆里 不同于对待我时的嘲讽 他们在面对梅吉博时 异常懂得尊重人 一口一个姐夫叫着 到底是年轻人 他们很快就打成一片 我听见有人问柳如烟 为什么当初不直接答应 吉博答的求婚 反正最后也还是得结婚 而且吉家那么有钱 他又那么喜欢你 你俩结婚 吉家的钱还不全是你 这百丽儿无一害啊 你一直拖着干什么 柳如烟的笑有些嘲讽 他说 你别搞笑了 玩了而已 五年了 我早睡腻了 我又退了出去 今天是个好日子 大家聚在一起 难免喝得有点多 柳如烟这会儿被灌酒灌的舌头都大了 但他撒酒疯的方式 就只是安安静静在一边待着 聚会结束 大家纷纷往外走 梅吉博试图扶起他 却被他毫不留情面一把甩开 你谁啊 滚开 紧接着他向我伸出了手 语气不无委屈 老婆 带我回家 我想了想 最后把他跟梅吉博送到了我俩的婚房 梅吉博看起来有些害羞 伯大哥 我还是要回学校的 我没说话 走之前又回头看了屋里一眼 正跟坐在床边的柳如烟对上他 他似乎已经清醒了 这会正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我到家的时候 听见我父母正在吵架 我爸一强愤怒 我宁可申请破产 也不让我儿子受这委屈 我跟柳家这亲家肯定是做不成了 我这才知道 我爸公司的资金链断了 在事情爆出来之前 他是想借着柳家度过危机 但现在看来 这条路行不通 我爸申请破产那天 久未谋面的柳如烟忽然来找我了 我正在房间里收拾东西 能卖的东西我都卖了 所以行李也没多少 柳如烟静静站在我的房间门口 没有落井下石 只是问我 你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我没有抬头 我实在是被他那没有感情的眼神给看怕 以前我有万贯家财撑腰 所以勉强能跟他打个平手 现在我一无所有 连底气也没有了 我想了想 跟他说 这次我们是彻底分开了 非要我说什么的话 那我就祝贺你吧 我们是在深夜离开的 没有告诉任何人 就跟当初从老家出来时一样 搬回老家之后 我把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换了 我之前的圈子跟柳如烟重合了大半 那些人总是借着关心的名义来看我笑话 我不太喜欢 破产后的日子过得还挺充实 我找了很多兼职 我父母也没闲着 我们只想把贷款快点还上 至于柳如烟 柳米油烟让我没有多余精力 再去肖想缥缈的爱情 所以当我在兼职的饭店看见他时 头脑有一瞬间的空白 我端着盘子站在桌边等着上菜 他就坐在菜道的位置 梅吉博坐在他身边 两人偶尔交流 很和谐 在我们分开之前 我已经很久没有跟他好好说过话 我放盘子的时候 不知道谁转了下桌 滚烫的鱼汤溅到我手上 我强忍着没出声 有人眼尖看见 开玩笑说 你倒是看着点啊 把人家服务员妹妹都烫到 大家的视线不约而同转向我 我慌忙低头 甚至连回应都不敢 正想落荒而逃时 一道声音从我身边传来 等一下 我将在原地 柳如烟说 茶水凉了 麻烦你再换一壶 我松了口气 出门之后 我跟隔壁包厢的同事商量 张姐 你帮我看下这个包厢行吗 我真的得走了 再不走我见孩子放学就来不及了 身后传来哐当一声响 正要说话的张姐看着我身后 忽然沉默 我没敢回头 只听见柳如烟的声音 几乎是贴在我耳后响起 我们的茶水还没好吗 张姐这才反应过来 好的小姐 这就给您送进去 柳如烟说 不是这位女士负责我们包厢吗 让她送就可以了 我只能又一次返回包厢 要走是柳如烟说 你就在屋里吧 不然我们一次次叫你也麻烦 她说话时 一直看着手里的打火机 只是语气显然冷了不少 我知道她已经认出我了 也不想再伪装 我说柳如烟 不要搞我 我真的有事要走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语气不无嘲讽 我认识你吗 屋里很热闹 他们说着春城最近发生的事 但那好像已经是离我很远的回忆 我安静在角落里站着 饭店的薪水每月有五千块 跑腿的收入就不太稳定 上个月我们延期还款好几天 但银行的人出乎意料的好说话 我觉得很不正常 但又不知道不正常在哪 柳如烟不让我走 我就只能退掉跑腿的订单 毕竟我不能失去服务员的工作 好在她没有再为难我 仿佛我真的只是一个陌生人 他们走时 柳如烟从我身边路过 我收拾着满桌狼藉没有回头 有些路确实回不了头 张姐进来催我 几波打你快点 后面好几伙客人等着呢 我加快手里动作 没一会儿 门又被人推开 我抢先开口 张姐 我马上就好 这样的日子 这样的话已经伤不到我了 但我还是不想让她看见 我满是油污的手 所以我下意识 把他们藏到了身后 柳如烟看起来很闲 我在忙的时候 她一直在旁边看着 她说 你很懊恼吧 因为没有成功骗 我跟你结婚 所以你当初打赌的那些 钱一分都捞不到是不是 这半年你会不会时常后悔 如果当初 她像是一个因为无理取闹 被人丢弃又重新找到家长 所以散发着怒气的孩子 我打断她的话 柳如烟 我没有后悔过离开你 她愣住了 脸上的血色 在瞬间退得干干净净 我说 当初跟你在一起 真的就只是因为一个赌约 你当时是听到了的 不是吗 我跟柳如烟在一起 是我追的柳如烟 当时是因为跟朋友打了个赌 我能不能拿下圈里 最难搞的柳家千金 我做好了打工兼战的准备 但意外的是 我跟她的感情道路还挺顺利 顺利到我都不知道 她是不是以猎物身份出现的猎人 直到后来有一次 她应酬喝多说酒话 我才知道 她从一开始就清楚 我追她是因为一个荒唐的赌约 但她还是不想让我说 她那时候说 刚知道的时候她挺痛苦 她甚至开始怀疑整个世界 但是她更怕说清楚之后我离开她 所以就装不知道 装到最后 她自己都信了 那她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爱我们了 这是我这几年来 第一次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线索应该还是在我朋友身上 我跟柳如烟在一起的第三年 她贼嘻嘻说 人都收了 什么时候变成合法的呀 咱俩在打个赌 你要能跟她结婚 哥把我把公司股份送一点 我开玩笑说 睡了三年 腻都腻了 和什么法呀 感免有更合适的就把她串了 那天晚上她回来之后脸色不太好 我问她 怎么了 她看了我好一会儿 最终只是摇摇头 睡到后半夜 我被她摇醒 她很认真地问我 我们明天去领证好不好 猛然惊醒 我有些没反应过来 到最后 她的脸色在我的沉默中 变得越来越苍白 柳如烟被我气跑了 今天下班早 回去的路上 我顺便接了个跑腿订单 门开之后 我看见裹着浴巾的梅基伯站在门里 身上的水还没来得及擦干净 柳如烟皱着没走过来 在她肩上搭了件外套 动作很自然 这件事应该是已经做了成百上千次 她的目光很专注 一直放在梅基伯身上 见她一直看着门外 这才转过头来 四目相对 空气都凝制了 我开始回想他们买了什么 好像是感冒药和退烧药 梅基伯看起来比我还单大 她说 我向二人汗手示意 转身离开 等电梯就用了差不多一分钟 我走到楼下 柳如烟追了出来 她死死攥住我的胳膊 问我 为什么是你送东西过来 我说 这是我的工作 趁她愣神 我抽回手臂 她只来得及在最后抓住我的手 在看见我生满洞窗的手之后 她愣住了 表情不再像刚才在饭店时的那样 她呆呆看着我 视线又落在我穿的衣服上 直到此时此刻 才像是终于接受了 曾经高高在上的季先生 从神坛坠落的事实 她飞快转过头 抬手在脸上擦了一下 我原本想叫她心肠太软 一抬头 看见梅吉伯站在阳台的位置 往这边看 倒嘴的话变成了 你该回去了 别让人等不及了 柳如烟肉眼可见变得烦躁不堪 她说 屋里还有其他人 我刚才弄脏了她的衣服 所以 我看了眼手机 打断了她的话 很晚了 我该回去休息了 我说 我们已经分开了 你没有必要跟我解释这些的 她像是没听到 声音地转移了话题 你现在就做这些 我点头 饭店的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一些 上午我可以做点其他兼职 她说 你来我公司上班 我知道 哪怕是分开 她也从来没想过让我不好过 她确实是很好的人 顺风员工的待遇 我一早就有二分 业内没有几个能比得上的 所以我也没有矫情 我问她 你能给我开多少 她说 三万加分红 我同意了 第二天去到公司 才发现梅吉伯的工位跟我挨着 见我来了 她落落大方跟我打招呼 我确实有些意外 我说 柳如烟还让你出来工作 她笑的时候 脸上有个小酒窝 她说 姐姐你还看不清事实吗 我就是她找来气你的演员 我们明码标价说好了 她挑我就是因为 敢肯定我不会喜欢上她 你走之后 她就跟我分开了 你们错过了这么久 还是要把误会说清楚比较好 人这一生多短暂呢 怎么能都用在赌气上 我觉得挺好笑的 没有任何恶意的问她 那你自己敢肯定吗 我俩无声对视半天 她忽然就笑不出来了 转过头去继续忙 刚才没有忙完的工作 过了好一会儿 她说 哥哥 恋爱脑该死 这半年胜风的重心向海城转移 所以柳如烟也留在了海城 从早上来之后 我就没看见他人 梅吉伯说 今天银行的人来谈合作 估计一时半会儿完事不了 正说着 就看见一边会议室的门被推开 穿着长裙的柳如烟 跟梅吉伯打了个手势 梅吉伯立马去茶水间冲咖啡 两人全程没有一句交流 但默契十足 梅吉伯端着咖啡 向会议室走到一半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生硬地停住了脚步 他把托盘放到我桌前 卢大哥 我肚子疼 你帮我送一下吧 我走到会议室门口的时候 他们的公事已经谈完了 这会儿正在闲聊 我听见有人说 刘总 你当初得知消息之后 第一时间替季家还完贷款的事 真的不打算让季先生知道 我一晃神 托盘脱落 滚烫的液体洒了我一身 磁器碎裂的声音 引起里面人的注意 柳如烟猛地推开门出来 我没有忽略他眼底的紧张 看见是我之后 他脚步微微停了一瞬 然后更快速地向我走来 是不是烫到了 不顾众人诧异的目光 他把我拉到办公室处理烫伤 他仔细地用冰袋敷着我的小筒 我不自在地去抢冰袋 我自己来就行 他呵斥住我 别动 很快 梅吉伯拿着一盒烫伤药进来 柳如烟的目光只在他脸上 停留一瞬就收了回来 梅吉伯也没有看他 一直低头给我伤药 想了很久 我问柳如烟 为什么帮我 他有些没好气 你明知故问是吧 我说你还爱我吗 屋里安静下来 柳如烟下意识去看梅吉伯 但刚偏了点头就硬生生停住 以至于他这会儿看起来有些僵硬 好一会儿 他说 听起来有些决绝 像是告诉自己这样回答才是正确的 我说 如果你还爱我 我们好好谈一场恋爱好不好 梅吉伯给我伤药的手 不受控制地抖一下 他很快收拾好东西 笑容还是很得体 他说 都处理好了 我先出去了 他走得很快 可以说是落荒而逃 柳如烟一直盯着我被烫到的地方看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叹了口气 我开玩笑的 如果吓到你了 抱歉 直到我离开 他依然蹲在那里 我出去之后就没有看见梅吉伯 他桌上的咖啡杯还在冒着热气 杯子是纯白色像金边的咖啡杯 很好看 我在柳如烟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个纯黑色的 里面的咖啡已经没了一半 他以前从来都不喝咖啡 快要下班的时候 秘书出一个姐姐一脸难为情的过来 问我 吉伯打 你有女朋友吗 我愣了一下 没有 他说 我说这话还挺冒昧的 我表弟也是单身 最近家里因为他的事都挺丑的 我早上看见你就觉得跟你挺投缘的 犹豫了一天才敢来找你 如果你有谈恋爱的想法的话 我说 咱俩先加个微信 话音刚落 就听见柳如烟的办公室里传来很响的一声 像是在摔东西 下一秒 他冷着脸一板拉开门 吉伯打 你进来 秘书姐姐被吓了一条 表情有些呆滞 刘 刘总 我也愣住了 柳如烟像是不耐烦 直接过来搂住我的腰 咬牙切齿说 你疯了 你是单身吧 吉伯打 你刚才不是要跟我好好谈一场恋爱吗 好啊 谈啊 文件夹掉在地上的声音格外清晰 我寻声回头 看见梅吉伯惨白着脸站在电梯出口 脸上的笑笔哭还难看 再看柳如烟 他直接扬长而去 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梅吉伯 从公司离开 已经快九点了 外面稀稀利利下起了雨 柳如烟从办公室出来 敲了敲我的桌面 走了 他没向我旁边偏过一丁点视线 看起来像是刻意不让自己往那边看 梅吉伯一直在坐标 似乎也没有发现柳如烟似的 我问他 一起走吗 外面下雨了 他笑得有些勉强 不用了 我约了朋友 一会儿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柳如烟站在电梯里 并没有催促我 上了车 他问我 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我叹气 那可是太多了 他说 那咱们一样一样去吃 全都吃到 我说 不了吧 有时候其实回忆比现实更美味 我真的吃到了 说不定就会失望了 他吃笑了一声 歪理 车子驶出停车场的时候 我看见他借着病到的机会 从后视镜看着身后的公司大户 我知道他在看哪一层 他换了车 车带香水的味道 我在梅吉伯旁边闻了一天 或许是很久没有坐过豪车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哪哪都不习惯 他从后座拿了一个腰靠给我 是卡通人物的图案 一看就是小姑娘用的 他说 这样会舒服一些 不知道为什么 有那么一瞬间 我想让他停车 他问我 一会儿先去吃什么 我说 不吃了 我还不饿 事实上 这半年我们一家人都很少吃晚餐 能节省一顿是一顿 一直到车停到我家楼下 他都没有再说话 我解开安全带下车的时候 他忽然握住我的手 我愣了一下 怎么了 他说 挤我打 不急 我们慢慢来 到家之后 我父母已经睡了 我洗完澡出来 看见柳如烟给我打了好几通电话 我回不过去 他很快接起 说 开门 我捏手捏脚打开门 看见他拎了好多吃的站在外面 有给我的 还有给我父母的 他披着一声的语气 嗓音都湿漉漉的 他说 都是你爱吃的 一会儿一定要吃点 不吃饭怎么能有营养 我有些局促 让开了门口的位置 你进来坐坐 他失笑 太晚了 等每天白天我再来 我又把他送下楼 他隔着车窗向我摆手 明天早上我来接你 我点头 我没急着上去 静静看着他的车 在出了小区门口之后 点了下刹车 几秒之后 向左驶去 我家左边只有一条路 是通往他公司的路 柳如烟家在右边 第二天他来接我的时候 脸上挂了些疲惫 我问他 昨晚没休息好 他应了一声 到了公司 我发现旁边的工卫空了 张 我正要扭头问他 没记驳去哪了 却发现他已经越过我进了办公室 中午我俩出去吃饭 他一直给我加财 自己却没吃什么东西 我给他倒了杯水 递给他识看见他正看着窗外 整个人都有些心不在焉 我问他 你不吃点吗 他一直在出声 根本没听见我的话 隔壁桌一个姑娘忽然笑了一声 跟同伴说 哎呀 我吃不了辣的 你忘了吗 声音跟梅吉博有八分响 刚才还在发呆的柳如烟 忽然回过神像隔壁桌看了一眼 我没有错过他眼底 瞬间涌起的千层巨浪 后来 那片浪花又沉寂成一片死海 下午他外出开会 晚上我自己回的家 期间我俩一直没有联系 我睡前刷了下朋友圈 看见两个小时前 他发了一条动态 也是他朋友圈 唯一的一条动态 是很普通的街景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意 路两边摆满了茉莉 点点白色像是月光 我生日那天 柳如烟说 给你放一天假 带心 我问他 你陪我吗 他说 当然 他遵守承默 陪我封完了一整天 还带我去了游乐园 静园的时候 我跟风想去买一个发箍 我拉着柳如烟 你帮我挑挑看 他视线扫过一排排货架 最终拿了一只兔子耳朵的 北角勤着笑 不知道在笑什么 但一定是无关于我 我拍了拍他的手臂 柳如烟 我们还没有一起照过下 他失笑 这有什么难的吗 他揽过我 举起手机 我一眼看见拍摄键旁边的相册 默认的第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合照 女孩头上戴着卡通的发布 是兔子耳朵的 柳如烟一愣 很快暗灭了手机 他说 我手机照相不好看 用你的吧 我说 行啊 我举起手机 再按下拍摄键的瞬间 听见嘈杂的声望中 响起一道 无比清晰的女人的声音 他说 梅吉伯 你看着点路行不行了 照片里我傻笑着 身边的柳如烟 只有一张侧眼 虽然只是虚眼 但很轻易 就能看出 她的表情很难看 我静静看着 她在人海中 焦急地寻找着什么 人潮涌过来的时候 我放开了 跟她食指相扣的手 我隔着人海 看她渐渐消失 再没有回头 出了园区 我跟人事经理 在电话里 沟通了一下离职事宜 用邮件给她发送 在入职那天 就准备好的离职申请之后 我就关了机 第二天我回了一趟春城 去见我唯一的朋友 就是当初跟我打赌那个 在接到我电话的第一时间 她哀嚎了一声 几博打 算你狠 当初我家在破产之后 我俩吃了最后一顿饭 那天她又跟我打了个赌 她赌我跟柳如烟 这一次是真的晚了 我笑着摇头 我赌她会来找我 朋友猛一拍桌子 行 要是她真找你了 之前欠你的股份 我给你补上 都找你了还成不了 要真成不了 我再给你翻一杯 我还是摇头 如果一切都被我说中了 你直接让我入股你家公司 她挑眉 行啊 就这么说定了 我这次来 就是来让她兑现 当初她的承诺了 柳如烟给我打了很多遍电话 我都没有接 在最后一通挂断之后 她也没有再打来 我换了号码 偶尔也会从朋友那里 听到她的进口 她跟梅吉博在一起了 朋友给我看了两人的合照 他们官宣的合照很美 她拥着她 背景是大片的茉莉花 我是在很久之后的一个 深夜接到柳如烟的电话 此时我家的债已经全部还清 我带着父母又回到了春城 刚接通的时候 那边是一片沉默 我也没有急着说话 只是站在高楼林立的城市 俯瞰着春城的夜景 我又想到了最后那通 被她挂断的电话 我想 如果一个人想找到你 怎么都会找到你 如果找不到 或许当时的想法就是算了吧 就到这吧 过了很久 她说 吉博答 我要结婚了 我应了一声 恭喜你啊 她说 对不起 我没说话 说到底是我们的手握得不够坚决 所以哪怕是威风 都会把两对人吹散 她结婚那天 我没有去管理 只托朋友给她带去了一个红包 想了想 还是在背面加上了一句话 山水一成 三生有幸 那天我破天荒 给自己放了一天假 又回了趟海城的游乐园 当烟花秀照亮天空时 我终于忍不住红了眼眶 我在19岁时朝天空开的那墙 击中了29岁的我 我倒下时 身后空无一人 反外 柳如烟第一次见纪伯达 其实不是在大学 那是柳家刚迁来海城的 很普通的一天 柳如烟上学迟到 一出门就跟一个女生 撞个满怀 女生的书散落一地 都来不及收拾 爬起来就跑 她的身后 一道鲜兽的身影 手里抓着一只拖鞋 对她穷追不舍 女孩长得很白 眼睛大大的 望着一只脚跑得飞快 像一阵风似的 从她身边席卷过 她大声吼着前面的女孩 你有本事晚上别回家 你回来看我不打死 从小围绕在柳如烟身边的 都是名门书女 像面前男孩这么泼辣的 倒是真的少见 所以她对她印象很深刻 很快 两人就有了第二次见面 那是在电梯里 男孩抱着肩 一副高冷的模样 跟之前光着脚追人跑的时候 没有半点像想 校服名牌上写着她的名字 纪伯达 她默默记住了这个名字 两人的第三次见面是在学校 她作为课代表 去给老师送作业 教师办公室里 她垂头丧气 听着老师的批评 纪伯达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父母花钱是送你来 陪同学聊天来了 我给你放在女生堆里你聊 我给你放在男生堆里你还能聊 那万新的抑郁症 都让你给治好了 她母亲还要来感谢你呢 我是不是非得给你 调到脚台旁边 跟我平起平坐 你才能消停吗 柳如烟没忍住笑出了声 刚才还低着头的纪伯达 忽然恶狠狠瞪了她一眼 晚上放学时 柳如烟刚出教学楼 就看见背着书包的 几伯达慢吞吞走在前面 柳如烟不远不近跟在她身后 傍晚的余晖给大地万物 度了层橘色光泉 天气闷热 好容易走到一处阴凉处 几伯达脚步渐慢 低头想拾起脚边的一片叶子 单薄的光点撒在她身上 柳如烟下意识停下脚步 不想破坏这份美感 几伯达像是感受到了什么 微微偏了头 等发现不远处的她后 像是看见了变态 直接勒紧书包带向前风跑起来 等她走到小区门口 前面早已不见了她的身影 大概是躲到了什么地方 柳如烟不禁笑出声来 疯完起少年的发丝 柳如烟想 大概是春天来了 翻来 柳如烟和几伯达在一起的 第三年的某一天 消炎贼兮兮跟她说 你把人都收了 什么时候变成合法的呀 咱俩再打个赌 你要能跟她结婚 哥把我把公司股份送你点 提到柳如烟 几伯达不自觉勾起了嘴角 其实从上个月开始 她心里就有了计划 她准备在她生日那天求婚 但是这是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她装作不在意地说 睡了三年 腻都腻了 和什么法呀 感写有更合适的就把她踹了 她心里想着 到时候她直接把结婚证甩在朋友们面前 非得吓他们一下 消炎则舌 你这不是渣男吗 咱俩再打个赌 几伯达打断了她的话 她很认真的告诉消炎 我不赌了 之前咱俩打的赌也作为 消炎挑眉 怎么着 赌王金盆洗手了 几伯达但笑不语 消炎不会懂的 她现在是真的喜欢柳如燕 她想跟她好好的 不想让赌约这两个字来亵渎这份感情 之前是她的错 她以后一定会好好弥补她 晚上回去的时候 她敏感地发现柳如燕的情绪好像不太短 她从身后抱住她 问你怎么了 是公司有什么事吗 柳如燕笑得有些勉强 但依然安抚她说 没事 只是有些累了 等晚上她刚睡着后 她忽然把她咬醒 她茫然看着她 听她问她 明天我们去领证好不好 至今 几伯达都没有办法形容 在听到柳如燕说出这句话是她的心情 就好像小时候 她一直惦记着买一只狗狗 有一天 当她攒够了钱想去买时 推开家门 却发现狗狗已经坐在家门口等她 她迟迟没有从巨大的惊喜中脱离 以至于等她反应过来时 柳如燕的脸已经毫无血色 她拉着她的手 好 好啊两个字还没有说出口 柳如燕就抽出自己的手 她说 我是说笑的 你该不会是当真了吧